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语问就是来自于是否神还是神迹还存在吗 我们时常都有这个语问 这个语问就是为什么说神迹还存在吗 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他们得医治 也有很多人没得医治 如果一个人没得医治的话 是否是说是他生命的问题呢 是否是说因为他生命当中有某一个曲线等等 所以神就不能医治他吗 对我来 我是觉得 如果我们再从一个神学的角度去看整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先理解一件事情 为什么目前就是为什么耶稣当他的生命在这世上的时候 当他行神迹医治的时候 为什么众人看到的时候都会很惊讶 难道说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得医治吗 或者没人行神迹吗 可是当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他行神迹的时候 反而很多人就开始批评 很多人就开始问说 哇 为什么会这样 起乎在他出道的那一刻 出道的那一刻 就是在他这个 他到了那个圣殿里面去 他打开以赛亚书的时候 他说今天这个以赛亚书第66章里面 这个话语已经降临在里面当中的时候 当他这样讲 大家都很惊讶 有些人就看到他的神迹 为什么在耶稣里面会有这种神迹 为什么在这种神迹里面 到底是什么回事 是新的一块吗 就好像是在耶稣降临了之后 我们才真正的看到神迹 那神迹或者医治 是否是一件普遍的东西呢 还是一个需要特别恩高 特别神的带领的情况 当我们去理解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就先看耶稣的生命 在耶稣生命里面 我们发觉到一件事情 耶稣他来的时候 他时常口头禅一句话 他所讲的话就是 神的国度降临 神的国度降临 什么是神的国度 为什么要讲到神的国度降临 当他讲到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他真正的讲 就是在从犹太人的文化里面 去衡量什么是神的国度 因为对一个犹太人来讲 在他思考当中 就是说 第一 现在 现在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还有当我们讲到 神的国度来临 就是将来 就是后来后半段 因为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 当我们说他们在等候弥赛亚 我们是否晓得 我们在德教里面 他们也是在等候弥赛亚 你是否晓得 可能你说他们也有个弥赛亚吗 有 他们叫弥勒佛 他们叫弥勒佛 所以弥勒的意思 在原文就是弥赛亚的意思 救世者的意思 所以他们说弥勒降临的时候 弥勒成佛 当时万事归一 就是说万事都会回到源头 就是一切都会摆平的意思 所以他们还在等候弥勒 所以你看到 我们在德教里面也在等候弥勒 在回教里面 他们也是在等候弥赛亚要降临 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 信仰当中 他们也是在等候弥赛亚的来临 还有波罗门教 波罗门教你是否晓得 他们也是在等候弥勒的出现 你说波罗门教是哪一个 他们的属于说弥赛亚 就是那个像神 他整个形象就好像一头像 那个像神 他们称他为最大的神 为什么呢 他就是弥勒 他们在等候 也是在等候他降临 所以你看 所有宗教当中 人生里面的宗教里面 我们都在等候弥赛亚 耶稣基督当他来的时候 他说神的国度降临 他代表了神的国度 当他说神的国度降临 代表了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就等于说 你们所等候的以后 现在已经呈现在你当中 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以后的意思就是说 当神 弥赛亚降临的时候 刚才我们讲到米勒所讲的 米勒降临万和归一 就等于说一切都会重生 当你说重生的时候 原则上就是如此 当耶稣说 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他就是说 你所要看到的 就是神以后所要做的东西 降临在你目前的情况 所以神的国度 不是说我们死了之后 才看到神的国度 乃是神的国度 通过耶稣基督 已经降临了在这世上 那为什么医治会发生 或神迹会发生呢 在神的国度的时候 到他降临的时候 当一切万物归一 或回到源头的时候呢 就等于说 已经没有疾病了 已经没有疾病了 我们的身体呢 就会完全回到原点 回复原点 当你回复原点呢 就等于说 你疾病啊 也不见到 压力呢 也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了 回到神的原点 创造宇宙的时候的原点 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 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这一切都要归纳 归纳在神的安排里面 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让我们看到 神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 他就是 坚定了他的口头禅所讲的 神的国度降临 所以他为人医治的时候 他说神的国度降临了 所以我为你医治 他按手的时候 他说神的国度降临在你们当中 所以神迹 其事就发生 可是既然在耶稣的身体里面有这一环 那对于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呢 我多胆地讲一句话 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 如果没有神的话 如果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和好的话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所信仰的旅程里面 仍然还是一个寻 怎么讲呢 一个寻找的路线 我们还在寻找出路 我们还在寻找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进展 可是当我们理解了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 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 所扮演的角色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理解到 原来神的国度 在我生命当中 当神的国度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们应当所得到的 就是神迹 你说牧师 可是我们看不到 尤其是在新加坡 好像是神迹 好像很疏远的一件事情 很奇迹才有神迹 我们是否在 我们在想象一下 在抽象一下 在耶稣的生命里面 你觉得 神迹是个奇迹吗 还是神迹呢 是应当发生的 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在神的面前 在居住在他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到一件事情 在神里面 神迹呢 根本就不是神迹 是一个普遍的事情 你说牧师 你怎么样写 好 耶稣基督 在他生平的时候 他告诉了门徒 你还记得吗 他宣了 他把他的门徒 拆派出去的时候 他不只是拆派那12个门徒 他拆派出去那72个门徒 其他的 就是不知在那内圈里面的 其他的 他拆派他们出去做什么呢 他拆派他们出去说 你出去你所要做的呢 就是要宣告神的国度降临 然后在他们当中呢 按守在病人当中 他们要得医治 有人曾经问过我这句话 他说牧师 你说你很保守 他说你很保守吗 如果你保守的话 为什么在你生命当中 在你的讲义里面 在你讲到了过后 你会为人按守祷告 为什么你会看 你会为人按守祷告 为什么呢 神迹奇事会随着你 我告诉你好不好 每逢我想到神迹奇事 随着我的时候 我都很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在人的眼中 不行的时候 只是靠着神的能力 他所要进行的一切 你说牧师 你怎么样解 我们回头看我们亚太区 我们这亚太区教会的复兴 的起点 在我们东南亚这一带 如果要说有一位传道人 影响了我们整个亚太区的教会 包括卫理工会 华文卫理工会的话 就是宋善杰博士 在宋善杰博士的生平当中 很多人就说宋善杰博士 根本就没有行什么神迹 这就是读信长老会 他们所强调的 说在他生平里面 他是规规矩矩的就讲到 可是呢 在有一位姐妹 今年应该是差不多整85岁 86岁 这85岁86岁的老姐妹 她本身就居住在槟城 她说了 她讲了一个见证 她说 我就是宋善杰的看门人 宋善杰博士 以前在 德罗埃 卫理工会 就是德罗埃那边的时候 每逢一大清早 她来的时候 她就爬到德罗埃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房间里面 而且那个房间 就是他们属于说 他们的高台 在那高台房间里面 她就在那边祷告 她说 当宋善杰来的时候 她会告诉我说 谁都不能让她进来 她就跑到上面去 她一上去的时候 她祷告 在祷告期间 她不会开门 也不允许谁上去骚扰她 她就在上面祷告 祷告大概到 她就是凌晨 大概五六点就走进去 大概十一点的时候 她就会摇个铃 因为上面到楼下太远了 她喊太大声 她就摇个铃 她说 我一听到那铃 一摇的时候 我就知道 可以开门了 她说 你知道吗 当开门的时候 每个人要见宋善杰博士 只有单独一个人可以上去 可是 她说 我知道她在做什么 因为宋善杰博士 就会用油 放在一边 每个人走上去的时候 不超过三十秒 她说 不超过三十秒 最多一分钟 她上去 她用油 高在他们的头上 就走下去了 而且每个人走上去 有疾病 下来就得医治 所以你说 在影响了我们亚太区的教会 尤其是卫理工华文教会里面 原来起点 如果我们讲到宋善杰博士 它是以医治而让我们看到神迹 那你回头来问 牧师 你本身呢 我本身呢 是一个非常保守 保守当中的保守 可是我们的保守呢 也是从宋善杰博士那条线下来 因为我是来自于一个独姓长老会 而独姓长老会呢 我们所强调呢 就是说 圣经里面的教义才是正确的 其他的我们不讲了 好不好 所以到了一个地步 当我们讲到神迹的时候 在我的圈子里面 他们都讲到说 神迹其实已经过时了 因为神的话语已降临 完全已降临 所以这些神迹都要废去 我一直都是守着这个神学 而在这个神学道路里面 到了我第六间教会的时候 我是开荒 我开荒教会 第六间教会是我开荒的教会 在那个期间呢 因为在还没开荒教会之前呢 我在新加坡呢 也开拓了中国建筑劳工事工 那跟那些弟兄们一起配搭的时候 跟他服侍他们 那服侍他们到了一个地步 在当我开荒教会的时候 他们邀请我到中国去 我还是强调 我非常保守 我到了中国去的时候 有一天 我到了 我跟我的主任牧师 到了这个长州 一间教会去 而在这个长州教会里面呢 他们坐满人呢 大概是两百多 三百人 那我还记得那一天 我主任牧师呢 他那时候呢 就是他有肝癌 他有肝癌 那我们两个去到那间教会的时候呢 主任先上去讲道 他讲完道了之后 就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 他下台 下台的时候 他们来找我 他们来问我说 老师扔到你了 他那边不叫牧师 他叫你老师 他说老师轮到你 那我就上去讲 我讲完了之后呢 讲完了半个小时呢 他们回去我的主任 那边问主任说 轮到你了老师 他说 讲了两堂道了 他说没问题 多一堂吧 那他就上台讲多一堂 第三堂道 他讲完了第三堂道的时候 他们跑过来问我 他说老师轮到你了 我就看着他们说 第四堂道了 这是一个主日崇拜罢了 不是一个特会 是主日崇拜 我这是第三堂道 他说没问题 没问题 第四堂就第四堂 好 我就上去讲第四堂道 讲完 我起乎讲到尾端的时候呢 我看到他们跑去我的主任 因为主任坐在后头 跑去主任那边 问主任 跟着嘰里咕噜 不懂嘰里咕噜什么 可是只看到我主任的指着我 那我也不晓得 他们在讲什么 那我讲完了之后 结束了 结束祷告 之前 他们就上来说 老师多一堂 我跟他说第五堂 他说第五堂就第五堂 多一堂 他说好第五堂 好第一堂多一堂 我看着我主任 因为我主任坐在那边 跟我微笑 他跟我微笑 我没办法 我就讲多一堂 我讲完了第五堂的时候呢 我觉得说可以结束了 谁知 他们还上来告诉我说 老师最后一堂可以吗 第六堂 我说最后一堂 我说好 最后一堂 群众要求 没办法 只有最后一堂 在最后一堂的时候呢 刚好 我就觉得 神的感动 我就用了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讲到 星星伟人 我讲完这一篇道 有关于星星伟人的教导的时候 讲完了之后 尾端的时候 我又看到他们了 他们又去我主任那边了 又在几里咕噜了 主任又跟他们摇头 摇头的时候 又指着我了 我也不晓得什么回事 我讲完了之后 好 结束祷告 这一次我结束祷告 他们让我结束祷告 我说应该是不错 应该讲完了 谁知我结束祷告 因为要下台的时候呢 一位弟兄 带着另外一位弟兄 来见我 他说老师 请你为这位弟兄祷告 可以吗 我说什么事呢 他说他有眼末 眼末 眼末 他说有眼末 他说眼末 就是我们属于说 英文的说cateract 在英文里面 我们说cateract 他们说眼末 他说眼末 我说眼末就是 怎么办 他说礼拜二要动手术 我说好 礼拜二要动手术 就为他祷告 我已经讲了 我强调 我不是那种 谁说相信医治 或者是灵恩派的一个牧者 所以我怎么样祷告呢 就很简单的祷告 以我们传统的祷告法 传统的祷告法 就是说 神啊 让你的平安 流露在这位弟兄的生命当中 好让他礼拜二 去动手术的时候 他能神 你的医治流露 我讲完阿们的时候 这位弟兄忽然间 喊起来说 老师 我看到你了 我就觉得眼末 看到我 又眼末而已 新加坡眼末就 隔一隔就解决了 为什么讲到看到我呢 当我看到你的时候 他喊起来的时候 忽然间整天教会 就好像兴奋起来了 他们又带着另外一个弟兄来见我 他说 老师 请你为他祷告 我说祷告什么 他说 他有耳鸣 他说耳鸣啊 耳鸣 耳鸣15年了 我就说 新加坡耳鸣就是 你说耳鸣嘛 就是汪汪汪的一声音就算的 耳鸣嘛 耳鸣就耳鸣了 就为他祷告 谁知我一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说 老师 小声一点 我好像听到你讲话 我在想 你耳鸣吗 什么听得到 听不到 他说 真的 我听得到 你再小声一点 那我微微声地讲 跟他分享的时候 他说 老师 我听得很清楚 我告诉你 我很惊讶 这是什么回事 过后呢 那间教会 我告诉你是200人 200人呢 他们开始排起长龙 一个一个上来说 老师 你为他这一方面祷告 那方面祷告 除了从死里复活之外 什么都看见了 缺腿的走路 坐着轮椅进来 推着轮椅出去 瞎眼的看见 耳聋的听见 哑巴开始讲话 我问你 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能做什么呢 我只能说 神啊 你真伟大 过后呢 我才发觉到 原来他们的 土 土 土色华语 他们说土色华语呢 眼末是瞎眼 耳鸣是耳聋 我才发觉到 原来 我们讲华语 我以为我讲华语 他也讲华语 谁知道他的华语 跟我的色彩华语 他的华语 跟我华语不一样 可是 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发觉到一件事情 如果神要医治的话 他们兴奋起来 就看到神的国度 降临在他们当中 我们不只是 传扬神的话语 乃是看到 神机器字 随着神的话语 而传达 你说 牧师 那些人 没有得到医治的 怎么办 我告诉你好不好 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是不是让我们 体味到神的国度 在我们当中 有些人 还是有些人 没有得医治的 就是因为我们 还没有真正的 进入整个神的国度的期间 如果我们完全 投进神的国度的期间 所有的疾病 都会得医治 可是我们现在 只是有一个体味罢了 体味前面 应该要得着的是什么 所以你体味 就是一个 一个什么 试菜的过程当中 这四菜的过程当中 我们只能试 几样菜的 它的味道是如何 所以我们还没有 真正看到 整个荣耀的国度降临 我们只能看到 一部分 神就让你跟我 体味 祂的同在 所以讲到医治的话 神还能医治吗 在历史当中 让我们看到 宋三杰博士 是就在 193多年的时候 在新加坡 我们看到 那个复兴开始 神通过医治 我们也看到 在后期当中 如果说我自己 生命当中 我也不算我自己 是多大的一个传道人 或者是多伟大的一个传道人 不过在我这一种 属于说 非常保守 神学保守 而属于说 原则上不敢碰 这些东西的一个立场当中 仍然神让我看到一件事情 当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祂仍然会医治 你说牧师 你觉得 最奇妙的一件事情 是在你生命当中 所看到最奇妙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我觉得 最奇妙的一个医治 我所看到的 不是我 我还是强调 不是我是神 我们在奥克兰 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到了奥克兰去 在华文教会里面 分析的时候 有一位传道人 有一位牧师 跟我一起 陪同我一起去 而这位牧师 他是从另外一间 保守教会 跟我一起去 而在他们的教会里面 从来 他告诉我 在我的七八年的事奉里面 在这间教会 牧会七八年的事奉里面 从来没有看过神迹 他说 有听 有闻听过 可是亲眼看过 没有 那我们到了 奥克兰去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完了 整个培训班等等 到礼拜天 礼拜天的时候 我在那边征道 征道完了 征道过后呢 有一位老人家 他是推坐的 他是推坐他的 他的轮椅走进来的 他推坐轮椅走进来 坐在后头 到了最后我们感恩 要祝福祷告的时候 我看到那老人家 想站起来 很难站起来 站不起 他站不起的时候 我就跟同工说 你就告诉老人家 爷爷坐下来 不要站起来 没问题的 你脚没力 因为他的拐杖 是那种四个轮的 要推着走进来的 我说爷爷无所谓 坐下来 爷爷就坐下来 我们结束祷告了之后 我走过去 到爷爷那边去 我到爷爷那边去 我问爷爷 我说爷爷 我怎能为你祷告 他说随便吧 他说牧师随便吧 为我祷告就好了 那我就好 那另外一个牧师 站在我旁边 我们就简单的为他祷告 我只祷告这样 说神啊 愿你祝福爷爷的心所愿 让你的祝福降临 过后呢 我就有这个感动 我就问爷爷 我说爷爷 你能站起来吗 爷爷说 不能不能 你没有看到吗 我是推着这个拐杖进来的 我哪里能站起来 我说不然你试试看好不好 爷爷说 试试看 好好好 他站起来 他说一站起来 站不稳 站不稳 说爷爷 你觉得你能走吗 他说不能走 不能走 我说好 我们看看你走几步 我站在他面前 他就走几步 我又站在他面前 他又走几步 他起呼从教会的后面 走了一大圈到台前 他还说 我不能走 我不能走 不能走了之后 我就问爷爷 我说爷爷 下来怎么办 你不能走 他说 你给我坐下来 我就不可以站起来再走了 我说好 我就要求同工 哪个椅子 椅子给爷爷坐 爷爷坐下去了 我站不起来 我说爷爷你要站起来吗 休息够了吗 爷爷说休息够了 要站起来 我不能站起来 我说你站起来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爷爷又站起来 你跟着我走 他说不能走 我们一走前面走到后面去 走到后面的时候 我又再问爷爷 我说爷爷你感觉到怎么样 他说爷爷说我没有拐杖 我不能走 我说爷爷你从后面走到前面 前面走到后面 你还不能走吗 爷爷说还是不能走 我说好好爷爷 你坐下来累了 坐下来喝杯茶 他就坐下来 他们就倒一杯茶给他喝 喝了一杯茶的时候 他就从会所里面走出去外面 外面就有那种客厅的沙发 沙发是很低的 我们带爷爷出去那边 爷爷就说 坐下来就不能走了 我说好好爷爷爷 你坐下来休息一下 爷爷就坐下来 他坐下来休息的时候 我就走进去里面 走进去里面 我不是告诉你 那另外一个牧师吗 那另外一个牧师 是从来没有看过神机吗 那牧师就看着我 他说这样也行 爷爷说不能走 还走了一大圈 出去外面还坐在那边 这样也行 我说对啊 又有另外一个爷爷走上来了 这爷爷他带着耳机 他说两边都耳鸣 听不到的 他说我听不到耳机 那我就说好 爷爷你要为我们怎么样为你祷告 他说你为我的耳鸣祷告可以吗 我说可以 可是不是我祷告 我就要求那另外一个牧师 站在我旁边 我说牧师你为他祷告 他说怎么样祷告 我说简简单单祝福祷告 刚才你听到我祝福吗 你也祝福吧 那牧师就说好 我就祝福他祷告 就简单的 他还是个应销生 所以他讲的华语 比我还要烂 他讲的一片一片的华语的时候 讲完了之后 只是祝福爷爷 然后我们就问爷爷 爷爷你感觉怎么样 爷爷说 我的耳机 我听不到你 你讲得太小声 我的耳机应该是不够电池了 然后我们就看看 爷爷的耳机 我还惊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爷爷的耳机 那两粒小小粒的电池 根本就没有插进去 他反而听到 听到我们说 你听到吗 他说我听得不清楚 因为耳机没有电池了 然后我们就问 爷爷说 爷爷你真的听不到吗 他说不听 听不到 我们说好 那牧师就继续跟他聊 聊了一下子 我们就在看他的耳机 另外两个耳机 原则上 他的电池都掉了出来 不是说没有装好 是掉了出来 他反而听到我们在讲话 他还说 没有 我的耳机 不够敏锐 听不到 要换信电池了 然后过后 我们把爷爷带到外面去 那个牧师就坐在那边 跟爷爷聊 闲聊 爷爷呢 我们就把爷爷的耳机 先拿掉 然后问爷爷 爷爷你听到吗 很可爱 爷爷说什么 听不到 听不到 爷爷你住哪里 我家住在隔壁 你听到吗 听不到 听不到 吃饱了吗 还没有吃饱 刚才你有吃饭吗 有啊 很好吃 你听到吗 听不到 还是这样 所以牧师就坐在他面前 跟他聊了半个小时 到了最终 他发觉到 原来他听到了 神迹吗 神的医治吗 神的恩典吗 就是如此 我们讲回那老人家 坐在沙发上的老人家 我们在这里 为爷爷祷告的时候 老人家站起来了 他的孙就把他的拐杖 那推轮的拐杖给他 他就跟孙子讲说 不要 你把这个放在车上吧 我走回家 当天他自己就走回家 走回家了之后 他家就是住在 他就坐隔壁 也是在那边附近 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他就走回家 走回家了之后 我们也没听到 这第三天他们才告诉我 他们说 当天他回家的时候 他上了QQ 他在QQ上 写了一个 讲了几句话 而他那几句话 就是说 今天是我 应该是 他说今天是我六十生日 神所赐给我 最好的礼物 就是让我重新走路 这不是夸张的 到了最终 他被报章采访 他也写了他的故事出来 他在QQ里面 告诉他的朋友 在中国的朋友 他说 如果你们还 还差异于说 我所信的神 是否是真神的话 我发觉到 神所赐给我 最好的礼物 是让我 重新 能走路 为什么 神会这样做 就是让我们体会到 神的国度 降临 让我们理解到 原来神 行这些神迹的时候 不是因为老人家行 也不是因为牧师 牧者们行 那位牧师 他一直都怀疑 我呢 就是半洪水 半怀疑 半信半疑 可是在这种 半信半疑 过程当中 圣经里面 原来也有一段经文 有些人就问我说 牧师 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就告诉他们 我所相信的 是圣经的大使命 而第一次 所记载的大使命 就在马可福音里面 所记载的大使命 耶稣所吩咐 他门徒的大使命 他说 你要出去 使万人成为 我的门徒 这个大使命 不是给 当时的十二个门徒当中 只是给众人 所以 耶稣也是告诉你说 你要出去 使万人成为 我的门徒 可是 他继续讲了一句话 要么你就相信全部 要么你就是 完全不相信 如果你相信全部 下一句 下一句是讲什么呢 他讲完了 使万民成为我门徒之后 他说 这神迹 要随着你 而当你按手的时候 人要得医治 他什么都没有讲 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按手的时候 人就要得医治 你要奉我的名 干鬼 你要奉我的名 人要得医治 要么你就是 完全相信整个大使命 要么你什么都不要信 不要半信半疑 不可以说我相信上半段 下半段我不相信 下来他还讲了一句话 他还讲了这句话 当你喝毒的时候 毒不会伤害到你 老实讲 你问我说 牧师 你怎么样解这块 我告诉你好不好 现在没有人要吸毒了 我也不要吸毒 不过老实讲 毒对我们来讲 这会伤害我们的生命的东西 我还记得 有一次 我到了中国去 我被党校的某一些偷偷 请吃饭 你都晓得 当他们请你吃饭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拿出茅台 如果你不晓得茅台酒的话 茅台酒是大概80度 他拿出茅台放在那边 因为他进你的时候 你不能不喝 要么就是陪他们吃 陪他们喝 要么就是不要出息 既然我到场了之后 我只能陪他们喝 我喝的时候 我还祷告说 神啊 我不晓得 我今天晚上要滚着出去 还是爬着出去 因为我根本就酒量不够他们 可是因为为了他们 我会陪他们喝 我坐在那边 应该是五个头头 每一个周你一次 他们说周就是整杯喝下去 周你一次 你说五对一 我还有一个弟兄陪着我 五对一到第六轮的时候 他已经倒了 我还坐在那边 他周我 我周 我周 我还周回他们 周来周去 周来周去 喝了三四瓶 他的三四瓶的时候 我还坐在那边 到了最终 他们问了我一句话 他说老师 你为什么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问他 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 他们连吃饭 也不愿意跟我们吃饭 打个招呼也很难 他说为什么你愿意坐在 跟我们一起吃 还跟我们一起喝 我就告诉他 酒不是问题 熏酒才是个大问题 那他问我 为什么你喝 我说我喝 是因为我尊敬你 我陪你喝 我也没有讲到什么 到了最终 他们几个就告诉我 他说 老师 你讲耶稣 我也讲耶稣 哪一天我放下我的耶稣 我一定会跟你的耶稣 这就是 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 这就是神迹 我告诉你 我出来的时候 刚没笑到 我走出来 还直直走出来 他们几个 差不多最熏熏的 站得不稳 我还站得稳稳的走出来 我的同工 陪伴着我去的 那个弟兄 吐了好几次 我还是没事 为什么 这就是神迹 这就是神的国度降临 你说 牧师 难道说你的神学 寻可你这样做吗 这不是人的神学 这不是人的相信 这乃是神的作为 当神的作为降临的时候 我们如何抵挡神的大能 我们如何能回应神说 神啊 你不可以这样做 如果我们能告诉神说 神啊 你不可以这样做的话 就变成了 我是神 不是他是神 我是上帝 不是他是上帝 既然他是上帝的话 他所要行的神迹 就是使到我们能体会到 他的真实 神爱我们 在我们当中 也来到一个地步 神 神 神也要在你生命当中 舍出他的神 舍出他的神迹 为何呢 因为他要显出他对你的爱 你今天在哪里 你今天有什么包袱放不下的 你所放不下的包袱 就是需要神为你放下 在身体上 有哪一方面的需要 而你觉得说 看了好多医生 看了好多中医 仍然没有完全得医治 我不是说 今天晚上 你可能就立刻得着 不过我相信 当你祷告的话 当你祷告的时候 就好比诗篇 有一首歌 我们时常所唱的 他用笑脸 看着我们的时候 当神用笑脸 向你微笑一下 我告诉你 你生命必定会改变 你的医治 必定会得到 我们只需要神 向我们微笑 不寻求其他 好不好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天父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不寻求什么 我们只寻求 主啊 你用笑脸 向着我们微笑 因为当你用笑脸 看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所需要的医治 我们所需要 你的带领的期间 你都会看顾 你都会填满 我们把自己交托 请求恩主 你现在 就在我们心里面 动你山共 感谢你 奉告主 耶稣基督 圣明 祷告 阿们 祝福